大家不是那麼笨 國民黨真的是 我們現在講 很多人講國民黨跟共產黨 一樣 現在看起來 真的一樣 他用文革的方式 把你清算 把你鬥爭 沒有的講聲有的 造假什麼都敢 為什麼敢 陳定然告訴我 親口告訴我 他說 國民黨真的是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兩千個調查員 八百個法官 百分之八十 都是國民黨員 所以今天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敢 什麼事都敢 因為有事無恐嘛 他們發生事情 不會有問題嘛 你像他們的貪污案一件一件 國民就沒有事 所以今天為什麼他們敢這麼大膽 因為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 這次司務法 為什麼蔡英明一直講 司務法要改革 司務法是台灣最大的亂營 最糟糕的就是這些 因為很多司務法的系統 都是那個黑索 民進黨上來 第一個想要打的是說 我要做司務法公平 司務法改革 第一個這些人當然 不能再吃香蕭啦 他當然跟你拚啊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今天 就是 從這個事情 我們真的很了不起看到 蔡英文 不為利手後 能夠為國家 為民進黨 為什麼他看到 為什麼會幫民進黨 因為伊蔡英明的能力 你能為了實在中文 他如果在國民黨 他吃香蕭啦 今天 有哪一個比他強 是不是 他如果為了 為了私人的利益 他今天 是這樣子的格局嗎 出來這樣辛苦嗎 對不對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判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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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夫 你會不會 講 你當時 對嗎 OK 我們現在開放給 記者小學先生 請問 請問 提問 提問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三名有沒有問題 很多 大家都沒有問題 想像你們的計畫好不好 就是說 快到了嘛 選舉馬上到了 你們目前的行動 是有哪些 要不要講一下 助選 助選嗎 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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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助選 團的 我們的總指揮 還沒這樣 不過 據我知道 我先講 我們 現在一共有 差不多兩百 兩百個人報名 會參加我們的助選團 我們會分 六部車子 有六部車子 六部車子走起來 也是浩浩沙沙的 我們是 1月7號 1月7號 早上開始 授集典禮以後 我們就 趕到 台南去 就趕到台南 然後 我們 有七天的行程 一直到 顯前 最後一天 就是 1月13號 晚上的 肇事大會完 我們就解散 所以 一共有 差不多一個禮拜的行程 其實講 我們只有這個行程是一個一個禮拜這樣的行程 那這中間呢 因為我們回去致死人應該是 超過這個的十倍應該沒問題 因為像我們都沒有辦法去這樣子一個禮拜參加嘛 所以這個參加的人應該是相當多了 對 很多人 鄉國也沒辦法 他也沒辦法 我們很多人都沒有辦法 我們很多人都沒有辦法 是一個大家共融關心的 那個黨部是 這黨部呢 是指在後面做資源的工作 所以剛剛這個活動是 海外蔡英文後援會辦的 對 所以大家會就是 一群人一起回台灣 對 不分黨派的 我們就是 要參加了就可以 對 那助選是只有幫蔡英文嗎 還是說 就是別的人 立法委員一起來 我們也會去 立委的總部 我們會去拜訪 然後我們會去 看他們有什麼需要的話 那我們也會去幫助他們 所以是環島的嗎 對 環島 東部 東部大概不會去吧 就是 西部這邊 從台北到高雄 都會去 所以是1月7號開始 1月7號開始 6號報告 我們1月7號早上應該是10點鐘 在總部 蔡英文進行總部來賓有一個 四四大會 等於是 一個售旗 社區典禮四四大會 希望大家有機會 雖然不能參加一個禮拜 但是就要去參加那個 大家一起的自己典禮 我們報導的時間是前一天 1月6號晚上 大家要Check in 進去這個Hotel裡面 請教後援會 對民進黨現在對於很多就是在宇長安這些人提告 甚至那個名嘴黃光琴也列入提告的一部分 後援會的看法 因為台灣這些名嘴很糟糕 他們說不只名嘴 立法委員也是一樣 亂講話 像吳敦毅的太太 完全不曉得什麼地方來的數字 說國家持一億直接撥款給蔡英文 蔡英文家的公司 這個完全完全是捏造的 沒有這件事情 國家投資沒有那麼多 大概是三億左右 那也不是進去蔡英文家裡面的公司 不是他們家的公司 是新組成的宇昌公司 這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投資案 因為我們引進了全世界最尖端的生化科技 所以這件事情實在是對台灣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 我們能夠拿到最先進的科技 那像我剛剛講的 這件事情應該是要給蔡英文 要嘉獎保養才對 那既然 任何有良心的人 就不會說要去製造什麼來打擊他 這個實在是非與可思 所以後院會的立場是支持還是贊成 我們贊成 因為這些民嘴還有這些官員 或者是官員的家屬亂講話 那會混淆視聽 知道的人很少 他們一聽 蔡英文什麼五鬼搬運 把國家十幾億的錢搬到他們家裡面的公司 這樣的話會有很多人會相信 那假如你不提告的話 大家認為這件事情是真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要喝止 喝止以後的人亂講話 謝謝